平时在家做饭家家户户都要炖鸡池 很多人在炖鸡的时候都是直接搓水 去除血腥味 但是那样做出来的鸡肉肉质非常的柴 而且口感也没那么鲜嫩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炖鸡不老不柴的小技巧 保证炖出来的鸡肉鲜香嫩滑 首先往粘好的鸡块里放入适量的面粉 用手抓拌均匀 使每块鸡肉都能裹上一层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抓拌至粘手的时候加入清水先给它清洗一遍 看一下里面有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水多清洗几遍 洗干净以后给它控净水分 放入空碗中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放入适量的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有效的去腥 再加入半勺生抽少许的蚝油 用手抓拌均匀 在腌鸡肉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放盐 那样的话会影响鸡肉的口感 多给鸡肉按摩一会儿让鸡肉更加入味 抓匀后给它腌制20分钟 在腌鸡肉的时候 我们准备一个黄心的小土豆 给它切成轨道块 做这种家常菜葱姜蒜肯定少不了 能吃辣的再少了一点橄榄椒段 再放上一个八角去腥增香 先把锅烧热以后倒入一勺凉油 油热以后放入葱姜蒜 橄榄椒八角爆香 一定要把这个小料爆香以后再放入腌好的鸡块 鸡块下锅后开大火不停的翻炒 直到把鸡块里面的水分炒干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鲜嫩 开大火继续煸炒至可以闻到鸡肉的香味 表面微微发黄 这个时候再顺着锅边喷入半勺料酒 加入一勺盐调个味 少许的老抽调个颜色 继续大火翻拌均匀 最后炒至鸡肉完全上色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一碗开水 微微没过鸡块 倒入切好的土豆 盖上盖子开中小火 给它炖上15分钟 打开盖子的一瞬间 整栋柔都可以闻到这个鸡肉的香味 然后再给它放点青红辣椒 搭配点颜色 翻炒均匀 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汤汁自然收浓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看看有没有食欲啊 这个鸡肉非常的鲜嫩 土豆非常的软烂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